欢迎我们关心东台湾大小事 我是陈秀卿 南回公路被誉为台湾最美的公路 而位在南回公路上的大五项卫生所 即南回紧急医疗中心 则被誉为全台最美最强的卫生所 今年九月底启用 它强在哪里 和其他卫生所有什么不一样 为什么这里还设了紧急医疗中心 它有哪一些的功能 而对于南回四厢有什么样的帮助 相关的议题 我们连线访问大五项卫生所主任 卢克凡卢主任 主任您好 大家好 大五项卫生所 即南回紧急医疗中心已经启用了 那它跟一般的卫生所有什么不一样吗 其实它最主要不同是在两点 第一点就是 它有全时段的24小时急诊 第二个主要是针对救命而设立的 因为之前救护战大部分都是只有假日跟夜间有 白天其实没有的 你一个医师只有又要看门诊 又要看几个 这样效果跟效率当然会很差 这是属于急诊的部分 第二个不同的就是我们有相当多的专科门诊 像我们目前大卫生所每个月有25个专科门诊 包含了皮肤科 眼科 耳鼻后科 身心科 胃肠科等等 心脏科大概有25个 这个一般全国是没有这么多专科门诊的 就是一个特色就是我们有一个所谓的 腹部的一小龙作业 就是它是只针对朝银坡 胃镜大肠镜 一次来到卫生所 有消化道的疾病 就不用像在其他都会区或是哪里 就是要预约挂号排队等待 我们不用我们一天你早上来 到下午离开你就是这三个都可以做完 这个跟一般的医疗院所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只是没有住院跟开刀 我们没有病床 也没有开刀床 然后其他的我们都希望能够慢慢的让它评凑完成 就是提升最大的医疗效果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可以做一些的诊断 但是如果说后续需要进一步治疗的话 可能就是要去后送到哪一些地方 哪一些医院去对吗 对 因为其实偏向最重要的不是盖医院 最重要的是建议完整的后送机制 就是因为你人就没有那么多 你不可能说一整个把一个外科医师摆在那边 然后只为了开一整年一台刀四台刀好了 这样对一个外科医师 你这样反而是另外一种一定要支援的浪费 所以我们应该是说在疾病的发生的前端跟发生时 然后帮它做最适当的处理 疾病发生的前端当然就是公共卫生系列 然后疾病发生就是现在处理的人 就是所谓的及时的处理 就急诊啊 门诊啊 这些 然后后送的方面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帮乡民提供 很完善的后送 无就是说能够帮他们挂号 能够帮他们预约病床 然后预约开到的时间 这样他们就不用说要先跑过去 预约挂号甚至等挂号再回来 然后再下一次再去 如果说能够这些前置过程 能够在卫生所处理好的话 病人就是带个包包健保卡都可以去 后送医院就很方便而且很审时 感觉像我们大五乡卫生所 好像我们在南回四乡的家人一样 对不对 是 好 是 主任请问一下 在我们大五乡卫生所 及紧急医疗这个救护中心 在启用典礼上的时候 台中县长早清林他曾经说过 说我们大五乡卫生所创下了全台五个第一 所以他是哪五个呢 可能县长少讲一个 总有六个 主要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第一个成立 5G的远距医疗嘛 就是跟远传合作的 他就是有皮肤科眼科跟耳鼻歐科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之前在还在救所的时候 就已经成立了跟部立桃源营业成立 在合作IRC计划 IRC计划简单的讲就是说 我们这里不管你是做心电图 或者是X光 或者是腹部超音波 你可以及时的跟部桃联络 同步看到一样的画面 就是可以及时提供第一时间的诊断 就是会降低医疗纠纷跟提升医疗诊断的能力 这是我们卫生所全国第一个做的 然后第三个当然就是只刚刚我提到的 就是消化到一角龙的处理跟检查 就是从腹部超音波未进到大肠镜 然后再来就是他有提过的 就是全天候的24小时急诊 像很多地方的话 他可能就是卫生所下班之后 因为全部箱可能就是一个卫生所是负责医疗 然后下班之后就没有医疗院所了 然后之前到我救护站 那时候我比较救护中心 就是资源医院来之前跟下班后会有两个空窗期 那现在就是有真正的全天候的24小急诊 而且还配置了检验师跟放射师 就是不是那么阳村的急诊室 总共就是一个医师 两个护士 一个检验师跟一个放射师 然后再来就是 他是全国最多有资专科资源的门诊卫生所 就是我刚才讲了一个月有25个不同的专科 另外一个就是大家讲的 就是所谓的最美的卫生所 他有无敌海景之城 因为我们就看到在韩县 也有无敌山景是吗 是 所以大五香卫生所 它是位处于在哪个地方 那它的周边的环境 可以请主任跟我描述一下 有人觉得它是一个民宿 而且是要去打卡 所以它跟以往有什么不一样 它主要就是在 我们最外唯一联络道路叫台九线 是 要往台东或者是往高雄屏东都一定要经过台九线 然后我们就在台九线上 大五往台东开的话 它就是在道路的右手边 景陵太平洋 然后左边就是大五国中 我们这边唯一的国中 然后就是山脉 一山半海嘛 应该这样讲嘛 反正就是在两个天然美景之间 我们就成立在那里 是 所以我们这个成立了之后 是不是有很多的游客 有住在这个地方参观呢 目前是还好 比较困扰的是游客蛮喜欢来这边到洗手间 是 这样子会不会有一些医院上的感染 或者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其实平常日来讲的话 我们是还好 因为急诊是独立的 但是如果是假日跟夜间的话 我们是希望不要 因为假日跟夜间只剩一个急诊的出口 急诊你也知道就是很多细菌 然后病患都比较严重的地方 如果你这样子进进出出 对病人本身不好 对游客也不好 我们也是体谅到游客 所以道武相公所在我们的斜对面那边 有一个叫南回之翼 那边也有游客的 可以上洗手间很干净的地方 其实很近就过一个马路而已 所以我们还是会劝导说 如果就是可以的话 就到对面马路那边去解决民众的需求 会比较好 因为毕竟医疗单位里面 就是不是那么干净嘛 很多细菌啊 还有病患不舒服啊 太吵杂的话 对整个医疗品质都不好 所以我们借此来呼吁一下 就是说大武相卫生所虽然很漂亮 但是它真的就是一个医疗场所 并不是一个游客可以住足的地方 上厕所的话呢 请到对面去 对 好 是 我们访问的是大武相卫生所主任 卢克凡卢主任 主任那请问一下 就是说大武相卫生所 它其实已经营运很久 只不过是现在是我们新建大楼 然后重新启用 甚至于设置了一个紧急医疗的这个救护中心 那当时我们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构想 那这样子的构想 经历了多久才能够付诸实现 在今年9月底正式的启用 在最早之前是大武相卫生和南卫县 入业之后 就是卫生所下班之后 就完全没有所谓的诊所跟医疗院所 包含大人箱 所以它说变成说你入业之后 病患哪怕只是因为小小的感冒 或者是小小的外伤 都要跑到台东市 60多公里的车 那甚至有时候可能家长 或是家属觉得很严重 可是到了台东市之后 医疗人员的角度 觉得不是那么严重 又被赶回来 就是变成浪费很多的时间 跟紧张和担心 所以后来一开始是 先成立的救护站 成立救护站之初的话 就是白天是卫生所 五点下班之后 七点会有台东基督教医院 来支援 然后到隔天早上的七点 这个情形的话 就发生一个很不好的状况 就是说卫生所上班之前 跟医院下哨之前 会有两个空窗席 所以当时的居民就很反弹 难道我们南卫县 我们南卫县乡 达人到我们那两个时段 就不能生病吗 因为生病不能控制 你不可以说我在早上 五点到七点不能生病 下午五点到七点不能生病 那早上七点到八点不能生病 因为那个时候你们还没有上班 这样也说不过去 所以那时候就想说 是不是应该要成立一个全天候的 再加上我们白天 像我之前卫生所只有我一个话 白天就变成说我要看门诊 又要看起诊 我说看病看到的 不然他突然跑去急救 去批亚去查管 所以就搞得一船乱 而且我们这边有海港 有港口的地方 就难免会有所谓的海上的一些 紧急的灾难 比如说帆船等等之类的 所以就是很需要说 有一个全天候的24小时 再搭配一个门诊的仪式 然后因为我们是平地 想说他在配置上 就是只有一个仪式 所以就产生了很多不小的遗憾 很多应该是可以再处理的更好 如果人力够的话 所以当初就会有这个想法 就是希望能够全天候的24小急诊 他跟门诊是分开独立的 就是不会受到 比如说台风 可能公家机关就提示上三个吧 但是但是急诊师是没有这个 他们是用排班 他们是不管有没有台风 他们都要上班 是 但就可以解决了说 万一紧急状况的话 不管是游客啊 或者当地的居民 都至少有一个医疗咨询的中心 跟处理中心 因为偏商的医疗 很大部分来讲的话 它最主要的还是一个减商分类 就是可以处理的 你要在这边做好处理 那不可以处理的 该后送你就赶快后送 不要留一个炸弹在身上 这些的话就一定要 专业的医疗人力来做判断 是 那好像从这个构想 在这样子的一个发想到完工 似乎也经历了很多年的时间 对吗 对 然后这个全天后的24小时的开始 是今年年初才开始 就是因为有找到高雄医学合作医院 要找到合作医院很难 因为我们这边 因为能支援的 一定是要大型医院 大型医院实力最雄厚的 就是医学中心 这边离我们最近的医学中心 往北就是花莲城基 往南就是高雄 距离上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然后因为高医愿意承担 这样的很偏向的服务 所以我们才可以解决 要不然之前都有这个想法 可是就是因为一直找不到合作医院了 所以一直没办法实行这个计划 是 那现在大五箱卫生所跟这个紧急医疗救护中心 它的这个功能如何去分配 工作上是如何分配 因为卫生所它还是有一般的相关的行政程序等等 需要去执行对吗 对 其实我们的医务会面很单纯 就是主要当然还是以卫生所的 不管是行政还是公共卫生方面 然后他们合作医院是以资源的方式 他们就是资源的医师跟护理人力 他们行政上他们是不管 所以就变得很单纯 就有点像外包医院一样 是是 所以这医护人力我们如何配置 您刚刚谈到说我们一个月 大概会有25个科的这个门诊 他可以开诊 那这个人力的话呢 这个资源是如何来配置的 分两个部分 急诊的部分是独立的 就是有一个急诊医师跟两个护理人员 那个急诊的护理人员都是高雄医院 直来支援的护士 因为急诊比较特殊 一般门诊 那讲的所谓的一般的门诊的话 就是由我们卫生所自己来承担跟诊的业务 然后所以当然人力就比较不够 所以我们有请了约顾人员 然后再加上所谓的替代医的帮忙 所以就是勉强可以cover过去 是 那现在地方居民如何看待这个全新的卫生所 那我们是如何来守护居民的健康 因为毕竟卫生所它还是有些预防医学 或者是说门诊 看诊等等这些的功能 所以这个居民如何看待 那我们怎么样去守护居民的健康 其实这个方面也是就是跟我们一开始的 也是讲法也是一样 就是公共卫生跟医疗提升 公共卫生的话 这个全部的重则当然还是要交给卫生所来处理 可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另外一个 除了一般卫生所都会做的公共卫生之外 我们又引进了医学中心 能够提供的不同一样的不同一般的资源 就是我们把卫生教育带进来 就是我们寒暑假 我们会跟高一的社团合作 然后再请他们学校社团到学校 不管是国家还是国中 办理一些卫生教育的宣法 因为偏乡来讲主要就是隔代教养 老人家因为语言的方面 所以你最好就是先教育好小朋友 那小朋友回到家里跟阿嬷讲 这样效果会更好 那是针对居民嘛 当地在地的医疗行政人员的话 我们就会跟高一合作就是办讲座 不管是大午还是台东市 你很少有举办的课程 因为我们人数太少 我们都要到外线市上 可是高一他们 高雄医学他们就是愿意 就是安排课程到我们卫生所上 那我们就可以拉临近的 比如说达仁大午 金峰跟太马里 比如我们到高雄 不用到台北上课 就直接到大午卫生所 让医疗人员能够再进一步的 提升自己的医疗能力 另外我们要做的 政府应该要做的就是 能够让那些愿意当公费生的医师 然后有一个更好的就业环境 或者是更好的进修管道 这样才是比较双赢 然后当然居民相对的 就会得到更好的服务 非常感谢卢克凡卢主任 这样子的公费医生 在我们的偏乡来服务 我们的偏乡这些居民 也祝福到像卫生所 跟南回景区医疗中心 在这个地方发挥了 他真正的功能 守护了我们这个地方 四乡的这些的居民 甚至于来往的游客 真的非常的感谢 今天非常谢谢 卢克凡卢主任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拜拜